HELLO 大家好,我是蘇耀光 今集有什麼好吃的? 帶大家來到池幽巴士站邪對麵的這間趙德忌美食 到底什麼是全蛋麵呢? 不如我們一齊進去試試看吧 第三位,冬菇咖喱雞腳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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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位,冬菇咖喱雞腳 這裏的咖喱雞腳其實是很有名的 因為這個雞腳經過嚴格挑選 選了一些很肥很大隻的 然後再用咖喱汁長期浸著它 把它燜到很軟很入味 試一試 果然很軟 而且這個咖喱 香得來不是很辣 絕對是值得推介 吃一味 第二位,蝦子撈麵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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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位,蝦子撈麵 其實普通的蝦子麵 大家都差不多 煮法其實很簡單 但是這裏的蝦子麵 是有些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麵是用一個全蛋麵來的 完全是自家製的麵 而且它的蝦子也是特別煎過的 老闆娘跟我說 好,試一下它的質地 哇,很彈 咬下去很滑 我想吃過這裏的蝦子麵之後 不用再去其他地方吃了 不去為第二位 第一位,叉燒滷肉飯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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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位,叉燒滷肉飯 我這麼大個兒子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一個滷肉飯 滷肉比飯多 好,立即試一試 為什麼第一位這麼厲害呢? 我覺得滷肉的汁很野味 還有呢 我看到滷肉的含量 都是很多的 我剛剛聽老闆娘說 他們的滷肉 其實全部都是自家製的 絕對不是在外面 超級市場買回來的那些東西 所以,特別新鮮,特別好吃的 還有叉燒 嘩 好軟 咬下去立即整塊叉燒融了 而且好入味 因為這個叉燒 是經過長時間的醃製 還有用了一種秘製的醬汁 所以特別軟 特別好吃 老闆娘 我要一個打包拿走 第一位,叉燒滷肉飯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這間趙得記 其實大家看到我身後的一連串照片 我是不是很懷舊呢? 沒錯,這間店已經有超過60年的歷史了 所以它還保留著自家製全蛋麵的傳統 如果大家未吃過全蛋麵的話 就一定要來這裡試一試 而這裡的營業時間 是由每天的中午12點半到凌晨的1點鐘 而逢星期一是休息的 所以想吃的話 要記住這個時間 下一集有什麼好吃 再和大家吃好東西 建議 喻 猪 喻 喻 喻 然